夏智成副理主教 和慈悲欺廉专责小组成员 和你分享天父的慈悲 鼓励我们以实际行动 活出天父的慈悲 融解人间的冷漠 各位,我是郭志强执事 是慈悲欺廉专责小组成员之人 今次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慈悲和环保的课题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打算和大家讨论 香港社会应不应该强制垃圾分类 或者应不应该教育市民过低碳的生活 应不应该津贴回收工业 应不应该保护中华白海豚 或者湿地上的蝴蝶等等 你们都是政府政策的问题 我在这里不便过问 相反,我想呼吁各位市民 请你们用慈悲的心 对待我们的后代子孙 为他们多留一些遗产 多留一些可以用的大自然资源 我们知道 地球是有足够的资源 养护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包括人类 如果局部地区出现资源不足 是分配上出了问题 固然,这个分配不足的现象 可能是出于地理上资源分布的不坤云 不过,现代交通运输发达 要解决这些资源分布的不坤云现象 实际上是轻而易举 但目前仍然有一小撮的人 可以享受利益 而大部分人仍然 挨受缺乏资源之苦的话 恐怕主要是出于部分人的自私 将资源团积甚至垄断 以至一小撮人 坐拥大部分人所需要的物资 这个不单止是不公义 而且仍然是狠心 眼看落后地区的人民 尤其是那些小孩 因为不能给昂贵的 专利药物的费用而死了 眼见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不同 而实行禁运 实行经济制裁受苦的 永远不是当权者而是广大的人民 这样做是出于责任之心吗? 这种跨国企业的手段和垄断 是对同时代的人的 不公义和狼心狗肺 我们都知道 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 用源就没有了 所以在消耗的同时 我们必须及时 开发一些新的能源和资源 在未有新发现前 我们有责任要放慢 消耗的速度 否则我们还有什么 可以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呢? 地下储藏的化石燃料 是经过千千万万年 在地壳里酝酿出来的 而我们不用三个世纪 就将这些化学燃料消耗了 我们消耗得这么快 是因为我们贪徒生活上的舒适 和方便 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高 为了要更快、更高、更豪华、更矜贵的生活方式 以往的家电产品所标榜的是 实用和内容 用上三、四十年都不需要更换零件 今天所追求的是功能、花巧、追求时尚 不用半年就要换新的型号 今天我们生活在这种用原积器的文化氛围之中 这种生活不单只赔增了我们对能源的需求 而且还制造了大量难以回收或循环再造的废物 更严重的是这种生活方式 正是不断地染污我们所呼吸的空气 我们所饮用的水 速度之快 已经是超过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 即是说 不出五十年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再喝不到没有重金属超标的水 呼吸不到低缘浮粒子含量的空气 不要忘记 我们只是人类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们的生活方式 必须对现在和将来的人类负上责任 请大家以慈悲的心 测忍的心 想象一下我们的子孙 将来是如何生活的呢? 他们每天要戴着防毒面罩 背着泪水器和书包 踩着单车 或者逃步去上学 天主保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